你有多久没有拿着歌词听CD了呢 台湾独立音乐品牌丰和日丽最近开了一个很特别的咖啡厅 这里有一点像是CD图书馆 店主人查尔斯他搬出了他私人收藏的两千多张CD 打造了一整片的CD墙 在这里喝咖啡的时候你可以免费听喜欢的音乐 欣赏每一张专辑精心设计的封面还有歌词 查尔斯说希望大家可以把一个下午安静而且专心的留给音乐 白满整面墙的CD却不像一般的唱片行 多了几张沙发大长桌 这里是风和日丽唱片行 来这里找音乐的人可以舒服的坐下来 听歌听到饱 所以很多人其实进来会问说 有没有卖谁的卖谁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告诉他没有 这里其实是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展示的地方 那你看到后面的这片墙 其实它是我从小到大的音乐的收藏 那我们后来就想要有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提供你一个耳机跟一个水温亭 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选你喜欢的音乐 甚至你不知道的你就可以一张一张拿下来听 风和日丽唱片行的主人查尔斯 搬出个人收藏超过两千多张专辑 其中有他和当时离开主流唱片公司的陈启真 合作发行的一系列单曲 一开始就买得非常好 其实出乎大家的意料 出乎我们自己 包括启真也觉得很意外 那这个东西延伸到第二张单曲 旅行一一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畅销的单曲 对那确实打破了过去台湾人在购买 或是唱片公司在经营单曲这个东西的习惯 创办于2003年的风和日丽 原本真的是一间唱片公司 从引进欧美独立品牌到转型推广台湾原创音乐 发掘音乐人 在数位音乐蓬勃发展的时代 他们再次打造实体店面 希望不一样的体验能让大家碰触到专辑 因为你碰触得到 我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感觉 就是它是你真正看见摸得到的东西 那它就会给你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 会让我们可以去抵抗这个时代 一切都数位化 而且感觉很虚无的那种空虚感 摸得到才真实 这里像是一家CD图书馆 要继续和大家分享 手中握着实体唱片的感动